自陝西西安在今年被新增為內地赴港澳個人遊城市後 澳門旅遊局以積極籌備相關宣傳工作 並於8月22至26日 副當地舉辦陝西西安澳門州大型勞展活動 推廣澳門豐富的旅遊家元素 還有一些好景點包括三大牌坊 我都想去看一看 氛圍很好 內容很豐富 有玩的 有體育 有飲食 還有一些酒店有關宣傳這些旅遊的內容 其實內容是非常豐富的 這些年會考慮的 會帶著小朋友去的 澳門旅遊就像我們比較熟悉的大三八排放 還有一些比較豪華的酒店 還有一些我們國內沒有的美食那些東西 活動展現旅遊價元素之外 業界亦都帶來總值超過3,800萬元人民幣的旅遊優惠 涵蓋機票 酒店住宿及餐飲等 並在現場及相關平台推廣銷售 由此基礎上 牧坊更於當地 開展西安常奧備美食推廣活動 一連13天呈現多款特色澳葡菜 展現澳門的獨特風味 還是比較多景氣的 因為吃到的這種沒有吃到過的 還是加深了一些對澳門的貴有意義獎賣 因為今天品嘗了很多 大概七八種從來沒有見過的一些菜品 然後也加深了可能對澳門本地的一些 就是美食的一些嚮往賣 它通過這個美食文化去代表出來的是 它對於不同的美食的一種包容 那麼之前我剛在往裡面走去看到 有新加坡的黑胡椒蟹 然後還有這個牛炸湯 以及經過澳門本土孕育出來的一些美食之後 你會發現今天了解到的更多的澳門的美食 它就是一種代表一種融合感 而不是說專門的月料或者廣東菜 或者說一種意義的一種種情 在西安成為富奧個人遊城市的利好之外 西安至澳門的直航行班 亦於本月20日恢復 每週有兩個行班往返 進一步便利兩地人員往來 因此在局方舉行的旅遊推介合談會上 亦都令到近8名參會者 一同圍繞直航 探索更多新玩法 營業界來到這邊 更多人想認識更多當地的營業界 看看將來可以有更多合作的空間 西安是一個旅遊城市 都是很多細圍的景點 澳門也是一個細圍的城市 變成這邊很多國際客 可以拉近和澳門之間的關係 澳門都可以帶國際遊客給西安 西安都可以帶遊客給澳門 很大的一個啟發就是 隨著這兩年的這種變化和發展 也是覺得我們西安人 也想去了解了解澳門 同時也希望更多的澳門人 也到我們西安也來互相的了解 從文化、從飲食、從展會 這個澳門的特長和我們西安的特長 如何的融合 通過全方位展示澳門魅力 局方期望把握中央為澳曹斯 宣傳好西安新增為內地富澳個人遊城市 也值得吸引更多內地旅客 在即將到來的國慶黃金周 以及節假日 選擇到澳門旅遊消費 擴大客源市場 為澳門經濟增添更多活力 就是在我們駿外地下 喔 在我